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当我想到 连这世上自己最亲近的人 都不能理解自己时 便悲伤起来 一想到 尽管有办法使他理解自己 却又拿不出那份勇气时 就越发悲伤 我感到异常孤独 常常觉得 只有我一个人 住在这荒芜人烟的世界上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夏目术时的作品 《心》 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的 是日本名人 作家黑柳彻子的一篇文章 叫 真正的幸福 如果你还想听到更多的节目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小时候 有一次我在一瞬间 突然在心里悄悄地感到 真开心呀 那是在一个黄昏 雨哑哗哗哗地下着 但是爸爸已经结束工作 回家来了 家里人都在 连牧羊犬也进了屋 灯很明亮 我和弟弟坐在饭桌旁 等着妈妈把饭做好 我心里非常安宁 因为大家都在一起 大家都在家里 爸爸对妈妈说了一句什么话 妈妈看着爸爸笑了 我们也笑了 我从心里感到快乐 半个世纪过去了 这近二十年来 我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 去了许多国家 那里的孩子们都需要帮助 去年 在西非的利比里亚 我和曾经在内战中 充当童子军的孩子们见了面 那些孩子们 十岁的时候 就被迫拿起枪 去参加枪战 朝大人和孩子们开枪 还有很多孩子和家人失散 成为了孤儿 我还见到了许多 营养不良的孩子们 海湾战争结束五个月之后 我去了伊拉克 由于遭到多国部队的高精雀轰炸 伊拉克全境的发电站都被破坏了 没有了电 就无法净化河水 自来水管里流不出水来 巴格达的居民们 甚至要到底格里斯河里去打水 然后就直接饮用河水 但是由于城市 无法进行下水道处理 厕所里的污水 甚至会流到河里去 为数众多的孩子们 感染了伤寒等传染病 或者不停地复泄 综合医院 什么病都治疗不了 牛奶 药品 手术用的麻醉药 预防的疫苗等 都已用完 因为停电 无法进行肾脏透析 总之 什么都无法进行下去 每天早晨 医院门前的母亲们 抱着生病的孩子 排成长队 气温高达50摄氏度 我曾经见过一个婴儿 因为营养不良 她的脸 简直像是老人的脸 本来 婴儿的脸蛋和嘴唇周围 应该是胖乎乎圆堵堵的 可是 这个孩子的脸上 却满是皱纹 才刚刚三个月的婴儿 她的腿 就像是木筷子一样 从大腿开始 就布满皱纹 那个孩子 突然定定地 看着我的眼睛 她才九个月大呀 那一瞬间 我发现 那孩子的眼睛里 也完全没有 小孩子的水灵 干巴巴的 仿佛是老人的眼睛 那个孩子的眼光中 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简直不像是孩子的眼神 好像在诉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 我还发现 不仅仅是这个孩子 那些早腰的婴儿们 也这样睁着眼睛 使劲地看着世界 那眼光也都像是老人的 他们仿佛要多看一眼 这个世界 我的人生这么短暂 我要好好地看一看 在非洲的卢旺达 由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冲突 上百万图西族人被杀害 实在是非常恐怖 我在部族冲突结束的四个月之后 去了卢旺达 那时候 被屠杀的人的尸体 还随处可见 在屠杀进行的时候 小孩们在一片惨叫声和临死的呻吟声中 四处奔逃 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姐姐被杀害 孩子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夹杂在大人中逃生 在这些孩子幼小的心灵中 留下了深深的痛处 因为他们认为 自己家人被杀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 因为我对妈妈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妈妈被杀了 因为我没有照着爸爸说的去做 所以爸爸被杀了 小孩子们 不知道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事情 都只知道责备自己 在逃难的人们居住的难民营中 瘧疾流行 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大人和孩子死去 在一个死于瘧疾的母亲尸体旁边 一个小女孩默默地坐着 那个孩子是这么想的 妈妈都是因为我才死的 妈妈想要帮助我 结果她自己死了 幼小的孩子们 就是这样责备着自己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 纯真的人 会把不是自己做错的事 也当作自己的过错 为了防止传染 死于瘧疾的人 死于瘧疾的人的尸体 就用产土机推到深坑里掩埋 我看新闻节目的时候 看到了在大产土机的车斗里 小孩子的尸体 混在大人的尸体中 孩子的脸上 一片悲哀 这个孩子 到底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但是我知道 孩子们没有一句怨言 直到临死 还是怀着对大人的信任 在面朝着美丽的加勒比海的海地 由于长时期的独裁统治 80%的海地人处于失业之中 父母养活不了孩子 孩子们走出家门 成为街头的流浪儿童 连大人们都有80%的失业 当然更不会有工作 给孩子们去做了 走投无路的女孩们 只好卖身 有报告说 海地卖身的人当中 有72%已经感染了艾滋病 这一切 都是因为贫穷 一个在墓地卖身的 12岁的矮小女孩子 对我和同行的电视台摄影师说道 买了我吧 当问他多少钱的时候 他说 六个古尔顿就行了 折合成日元的话 只有42日元 当问他 你不怕艾滋病吗的时候 女孩打倒 就算得了艾滋病 不是也还能活几年吗 可是我家里人 连明天的饭都还没有着落呢 这个孩子 用42日元来养活着家人 我实在是说不出话来 还有因为家里穷 连小学也上不起的孩子 在地雷的阴影中 战战兢兢地生活着的孩子 由于营养不良 缺乏蛋白质 而导致大脑残疾 无法站立和行走 也不会说话 在地上爬着的孩子 遭受干旱之苦的孩子 走五公里的路 去取水喝的孩子 地球上 有很多孩子 就这样 一边为家人和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边拼命地生存下去 仅仅一小部分孩子 能够喝上干净的水 能够吃上饱饭 能够打预防接种的疫苗 能够接受教育 那么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 当地球上所有的孩子 都能安心地 满怀着希望生活的时候 那就可以说 是真正的幸福了 如此想来 我小时候 在那个下着大雨的夜晚 待在家里 感觉到好开心的那一刻 就可以说 是真正的幸福了吧 孩子 把自己封闭在屋中 拒绝去上学 家庭暴力 儿童的自杀 家庭的崩溃 杀害亲生孩子 虐待动物 诸如此类的问题 困扰着现代家庭 而一个完全没有 这些问题的家庭 可以说是 真正的幸福了吧 能够和家人在一起 相视而笑的家庭 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说法了 但在我看来 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没外出的事 我感到很厉害的 根据我 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因为那些人在乱 要和你 有好帮你 射射宿利 《未娱乐地的悲风》 很荒凉 用你的梦 盼着 花香 飞翔 今生 与你 吹狂 此海 天下 无双 牵着 影子 水的 波广 这是 过往时光 传入红山的悲欢 出车 而你天心 的流 无了 此逃遍野的 青山 很荒凉 有你的梦 奔着 花香 飞翔 今生 你 智狂 此海 天下 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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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难 影子 水的 波广 只是 过往时光 无双 今生 年 你 智狂 此海 天下 无双 无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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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还有 天心的 流浪 哭 为了 容颜 难 遇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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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